你的丈夫平时在洗脚的时候喜欢往里兑陈醋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陈醋它只咬 对 不对啊 我是为了那个觉得放陈醋水的颜色好看 是不是 不是只咬 我想问一下你们夫妻之间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连这个小小的习惯你都不知道吗 这位太太 那个可能是他洗脚的时候我不怎么在他旁边 对 二十多年了洗脚的时候你从来没带别人上过 因为洗脚嘛这种事没有必要非得... 对 没有必要非得在旁边的吧 对 我都夜里三点半洗了 这个时间好特别啊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或许在夜里三点半的时候呢 洗脚会有养生的功效 对,养生好 好 好,最后一个问题问给太太 太太 太太 我叫你呢 没有 她有时候睡着了的 是这样 好,太太 我想问一下你们夫妻之间存款一共有多少呢 对 两万块钱 我是希望这样因为为了显示您在家中的这个霸主地位 您不要看她的眼神 您说您的家里存款有多少呢 两万 是两万吗 你什么呢 怎么说什么 你说不是什么呢 你不是让我配合您吗 这个 你... 你说多少钱 我就手只在这儿呢 然后就拍着了 两万 两万 四... 四十万呢 这比这个是什么意思 怎么就是两万了呢 怎么就是... 那四个... 不是,那就是四个五千 四个五千,两万 四个五千 四个五千,两万 两...这不是两万吗 终于对成了 哎呀 怎么会是...你不让我配合你吗 你说我说呢,你就不是什么,怎么会是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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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根本不会复习啊 你找别人呀,你找别人呀 你怎么能够呀 哇,我的天啊 高兴啦 好